我们先讲第一个不同 就是国内的和国际的不同 制定一个指标 引用水的指标 这都属于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这容不得别人来干涉 但是在涉及到国际河流的问题上 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 那么我们先举个例子 一,2005年中石油吉林化工厂发生爆炸 消防队员冲到现场 然后用消防水把所有的这些化学物质 这些本类的物质都冲进了松花江头去 那么中国政府告诉沿岸的老百姓说 这个水质没有问题 按照中国的标准是安全的 大家可以放心的引用 那么松花江流 流了几百公里以后 它是到了经过副顶 就是我插队落户的那个农村 然后经过铜江流入黑龙江 进了黑龙江就是国际河流了 这时候俄国政府就发出抗议 说你们把黑龙江的水给污染了 要求中国政府先道歉后赔偿 那么中国政府呢是道歉了 也愿意表示也表示愿意提供技术帮助 这里所谓的技术帮助呢就是我们愿意拿钱出来赔偿了 但是中国的老百姓他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苏联政府的这个表态 不知道到了苏联是不合格的 在中国在上游地区 他怎么能够是合格的 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 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那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北京的水质要求就要符合奥林匹克运动会 世界永连的对游泳池的水质标准 在准备的时候呢就发现 北京的水质中国最好的水质的城市之一 没有之一就是最好的 那么他的水质不能符合 世界永连的这个游泳池的这个标准 那么怎么办呢 然后就在水利方的这个里面呢 再建一个水场 再建一个最先进的水场 再把北京的自来水 再经过一次处理以后 那么谢天谢地 北京的这个二次处理过的这个饮用水呢 能够符合国际永连的这个游泳池的标准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 国际和国内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在这里 我可以在这里 你把水赫过去 在水质上里 看一会儿 你把水赫过去 你把水赫过去